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今年的9月1日 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 为此我们从农田到餐桌设置组 特意走进西藏 制作了一系列西藏特辑 接下来的几周 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 发掘这片古老又神秘的雪域高原上 有哪些农牧精品 一起领略西藏的极美风光 我们最先来到了全年日照时间 有3000小时以上的古城拉萨 它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首府 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也是藏传佛教圣地 发展至今已有千年之久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日光之城的特色农牧产品 史诶尽 一年之分 《古城大学》 《古城大学》 大概二年之夜 大学中心 大学中心 遍迷迷处 这帝еф рес科圣地 呆地 b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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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拉萨市区和达兹等区县 拉萨河的河水为青棵 小麦和蔬菜的生长 提供充足的水分 拉萨的南部 地处鸭鲁藏浦江中游 有驱水 泥木等县 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 降水集中 山巒起伏 河谷纵横 以农为主 农木结合 在我们全区各组干部群中的共同努力 在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在我们西藏的农业生产综合水平 有了弦度的提高 也可以说我们基本实现了 粮油肉基本赠给的战略目标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几年抓了西藏的特色产业发展 作为西藏高寒农木业角度来讲的话 无非是一个粮食 就是要清磕 这是我们西藏的一个特色 再一个畜木业来讲的话 西藏牦牛 山羊 藏猪 藏鸡 还有林下的很多资源 还有蔬菜 这些都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 所以这些作为一个我们西藏的特色来 就是实行发展规划 就是农民群众通过发展特色以后 实现了自己的征兽 就是要确保三个安全 一个就是粮食安全 西藏来讲粮食安全就是清磕的安全 第二个我们要实现熏灭的安全 确保西藏的熏灭的防病疫病安全是头等大事 第三个就是农需产品的生产安全 我们从农田开始抓 从牧场开始抓 最终目的就是三个目标 牧牧业增效 牧民增收 牧牧区稳定 为西藏的和谐发展 实现小康水平 乃至于全国的安全 做出贡献 西藏自治区的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 孕育了淳朴真诚的藏族人民 藏族 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藏族人民的饮食主要以牛 绵羊肉 乃制品为主 而牧区群众的牛羊肉 每人每月食用量 达三十千克以上 究竟是什么样的牛和羊 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向距离拉萨六十五公里的林州县出发 那里是拉萨地区牛羊肉的主产区 一路走来 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宫之鱼 我们看到了山野间的点点雪白 像调皮的云朵 跳跃奔跑 嬉戏玩闹 仔细一看 那些跳跃着的 正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主角 彭波半戏毛羊 彭波半戏毛羊 听名字就觉得很复杂 这是什么品种呢 简单的说 就是以西藏河谷型藏绵羊为母体 以新疆细毛羊和磁盖羊为附体 先后经过四十多年才选育出的品种 因为最初的育种区 在林州县南部的彭波河谷 因此得名彭波半细毛羊 它是体格就平均就这种供的就四十八公斤 我们登地的以前是十九公斤 羊毛产的这种就本来就三公斤就平均三公斤 我们以前的那些全部是零点六五公斤 就这样的 然后在现在摄像上也是这样的 彭波半细毛羊是一种毛肉兼用 经济型羊种 特别适应高原地带养殖 即继承了腹背新疆细毛羊和磁盖羊毛的优点 羊毛细度均匀 弹性十足 又继承了母背河谷型脏绵羊羊肉肉质鲜美 没有三味的长处 适合在海拔两千六百米至四千二百米的环境生存 而且具有良好的耐粗似和抗病能力 因此深受脏族同胞的喜爱 可是 学域高原上的羊 这脾气也不是一般的大 要不是牧民出面阻止 他俩还非得争个高低不可呢 近年来 拉萨积极发展蓬勃半细毛羊养殖业 在临州等县 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半细毛羊养殖区 那你们现在的产业模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产业模式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主要产业 它是主要是黑性的羊在这里集中 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三千五百只羊 它下来有个石放户 石放户现在已经我们全新现在有个六百五十户 然后在石放户下面还有一个那个农户和木户 然后就这样模式的 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 采取种羊厂加示范户加养殖户的模式 带领藏区养殖户向集约化 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种羊厂每年在固定时间对农户的羊进行人工受精 确保种羊基因稳定 品种优良 示范户带头示范 规模养殖 养殖户虚心学习 总结经验 随着产业模式的完善和养殖知识的增加 临州县的养成活率越来越高 毛质和肉质也越来越好 放羊人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在从农田到餐桌的系列节目里 食品安全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而拉萨羊的身体健康 不仅关系着羊肉的品质 更关系着牧民们的生活 藏油比较多 我们羊也是这样的 专门有几个潮油 就他们专门吃 我们的水也是宽久水 全部是山上的下来的 所以它什么都污染没有 它的营养价值相当不错的 吃藏药 喝泉水 高原上的半溪毛羊 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的恩惠 可是在天然草场上放牧 羊的防疫该怎么办呢 那像在这草场上的羊 它防疫工作怎么做 防疫工作这样的 我们它是十月下来 或者我们集中在十月的秋季疫苗 然后羊就一个是口第一 然后在其他还有四粒 那些全部那个两个月就打完 然后在到了春季 我们四月份打完以后 直接都养在山上去 就这样的 平时就那个地面 全部打好了以后 控制好了 那就现在就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病 近年来 随着林州县畜牧业的发展 有些村民还当起了畜牧防疫员 平日里拿头羊生病了 它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生病的半熄猫羊 它会立即实施救治 有了畜牧防疫员 给羊的健康体魄保驾护航 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 在高原上跑得更加欢快了 跟云灯老师边聊边走 刚巧遇见了正在放羊的牧民 云灯老师 那有几个农户 咱们能过去看看吗 可以可以 再问问你们呀 你们天天到这来放羊 几点出门啊 早上八点钟 一般几点回去呢 早八点出来晚八点回去 你们过来放羊 会用什么交通工具吗 走路过来要走多远呀 从这个地方到 他们放羊的地方 就三个小时就到了 要走三个小时呢 早上走三个小时 那八点钟走 走到也是一点了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牧民 千百年来都坚持着 一处而目 日落而归的生活 可是少则几十 多则上百的羊 散落在草场上 牧羊人怎样才能把羊 控制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呢 牧民们手里拿着的 是一种叫做乌朵的牧羊工具 平时当鞭子 当羊群离牧羊人太远时 就抡起乌朵 将裹着石头的一端 向远处用力一甩 石头就听话地飞向了远处 在乌朵的指引下 投羊能立刻领会牧羊人的用意 调整羊群行走的方向 有了乌朵的指引 即使全神灌注吃草的羊 也不会掉队 牧民使用乌朵的本领高墙 可以百发百中 西藏那个打仗的时候 就这个就打了以后 那个就是胜利了嘛 他们用过的那些子弹就用完了嘛 最后我们西藏那些 就石头倒出多远嘛 然后就这个打了以后 就是胜利了 长久以来 牧民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来放牧 而放牧 则离不开草场 他们的羊是这样的 反正就我们 夏天全部在夏秋牧场去 这些是算那个秋季牧场 然后他夏秋牧场 就夏秋牧场 然后再吃草 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的西藏 有天然草地83万平方公里 虽然草地资源丰富 但蓬勃和谷枯草期 长达七个多月 而且西藏草地土壤成土时间短 历史含量多 加上高寒 干旱 降水少等气候特点 西藏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具有脆弱性和易推化的先天基因 所以解决养殖户增收 和保护草场的矛盾 成了养殖户们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要保护草场 就要限制再除量 超过了天然草场的 合理再除量 就会使原本带有脆弱性 和易推化的天然基因的 高原草地更加脆弱 我们现在这张草场 我们总共有489万里面 只能我们这个草场里面 再超了就不超载 所以我们就不让超 买家买户农户要标准的 今年我150只羊 明年必须还是保持这个 超了去还是超载 我们必须下面有个任务 然后在我们屠宰 然后在上市 就这样的 但是不让我超 如果过度放牧 不让天然草场休养 不仅会使蓬勃半熄茅羊 呈现下肥 秋状 冬寿 春王的现象 而且天然草地的面积 将急速下降 这对吃牛羊肉 和素油茶 靠草原生存的藏族同胞来说 无异于节则而鱼 可是 如果过度压缩羊的数量 养殖户 想要改善生活 就成了问题 手里收购的这种羊毛 老百姓增收怎么样 我们是直接从农牧民 和专合组织手上收购来的 就是说一公斤羊毛呢 卖给我们大概10块到12块钱 一公斤 我们就不给他们现金 然后 每户呢 大概就靠 卖这个羊毛 大概可以增收两三千块钱 一年 这是常年的 因为它是再生的资养 平均每只羊 每次可捡羊毛三千克 每斤羊肉可以卖到几十元左右 也就是说 每增加一只羊 牧民每年的收入 就会增加近千元左右 那么 怎样才能在保护天然草场的前提下 让养殖户增产增收呢 我们现在 临州县 半细木养 主要基地 现在我们就家庭牧场 云灯所说的家庭牧场 是整个临州县 畜牧产业中 重要的一患 临州县的种草养畜家庭牧场 从1988年开始建设至今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这种家庭牧场的产业化方式 带给了牧区新的发展观念 示范户 牧民以家庭为单位 承包人工草场 夏天一边放牧 一边种草 到了初冬 天然草场 牧草减少 但是自家承包的人工草场 已经准备好了流查地 冬春季节 羊回到羊圈 吃秋天收割的人工草料 看来 要保证每只羊全年都有草吃 这家庭牧场 还真是一个好办法 家庭牧场的发展关键 在于人工种草 目前 西藏自治区畜牧业发展重点 也正是农区畜牧业 政府鼓励养殖户 像种粮那样种草 就可以既保证了 蓬勃半熙毛羊的质量 又保护了天然草场的生态安全 巧妙解决了养羊致富 和生态保护的矛盾 人工种草产业的发展 为林州县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四草保障 解决了半熙毛羊的吃饭问题 同时为了解决半熙毛羊的营养问题 林州县还特意种植了青丝玉米 放眼望去 连片的青丝玉米长势很喜人 林邓老师 那羊除了吃这个玉米 它还吃其他的什么饲料呀 我们这个地方有 现在种的是 一个是紫花木屑 一个是燕面草 就好几种 这个里面比较营养最好的 就是这个青丝玉米 它还要它营养相当高 蛋白质 含量相当高 就这样的 它吃了以后 它又是长弱 又是进来那些方面提高的相当不错 经过切碎加工后 直接或筑藏发酵后 做生畜饲料 青丝青柱玉米 不但产量高 而且其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人工种草 种植青丝玉米 不仅能给天然牧场放寒假 让牧场得到休息 还能给半熙毛羊加餐 让羊的成长 有丰富的营养保证 在牧民的精心照料下 到了出栏期的 蓬勃半熙毛羊 各个毛色均匀 肉质鲜美 要想让这鲜嫩的羊肉 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还没那么简单 现在出栏的蓬勃半熙毛羊 都会在拉萨市定点的屠宰场 进行相关的检疫后屠宰 才能流通到市场 到農博市场以后的话 咱们有个准入要求 对于这个未经检疫上市的肉 那是绝对不能进场的 每天我们的检疫人员 在市场的话 对于这个汤味上的肉 进行检疫 要检查 看是不是经过检疫上市 或者说未经检疫上市的时候 那是绝对没有张子 也没有那个票据 如果要是违反这个规定的话 那么我们将就是按照 就是相关的规定要处理 如果市民在市场上发现 没有盖章的羊肉 或者疑似不合格的肉 可以拨打监督电话 进行举报 市民如果对购买的肉类 脊肉制品不太放心 还可以拿到拉萨市动物卫生 及植物检疫监督所的实验室 进行免费检测 蓬勃半熄毛羊的肉 肉质鲜美 杉味小 是做手抓羊肉的原料之一 手抓羊肉 是藏族农牧区群众 款待宾客的摇转 也是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 手抓羊肉做法简单 将羊肉切块 洗净 煮熟 为了保持羊肉的原汁原味 一盘带有藏族特色的手抓羊肉 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从农田到餐桌 一直只生长在雪域高原上的 蓬勃半熄毛羊 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 端上了人们的餐桌 从放牧到防疫 从饲料到质碱 在鲜香的羊肉背后 都凝结着牧区人民的 对高原的深厚的热爱 对食品安全的 意思不够 当我们正在为这样优质的农产品 无法让雪域高原外的老百姓 品尝到而遗憾时 突然听说 当地人民想出了新办法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中国西藏旅游文化 国际博览会的 拉萨农产品馆 在我的身边两侧呢 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农产品 他们正在以这样的方式 来与外界接轨和交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 认识和享用到 这来自雪域高原的各色农产品 家庭牧场实现了养殖户的增收 人工种草保障了生态系统的安全 防疫简易 确保了餐桌上的健康 而这一切都是勤劳勇敢的牧区群众 对生活最好的赞索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在行动 好了观众朋友 本季农网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进行查询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